一个也走了很多弯路 另外也没有得到很大的理解和支持 因为有些尝试可能不太理想 但是有些声音就出来说 我爸没有助长 或者是异想天开 因为总是想要走一些创新的路 有一些改变 所以这个十年等于是也在摸索 也在摔打 十年的探索与尝试 没有取得十分辉煌的成绩 但这并没有使陈文斌丧失信心 他依然选择在这条举重道路上 一直坚持下去 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十年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 正在等待着他 真正比较善道的就是1993年 我们福建省参加全国运动会 本来预计拿一块奖牌没问题 结果也是鬼使神采 一个奖牌没拿到 还有一个前八名都没进 最好的名字就第九名 那一次对我打击会谈大 第一股时 陈文斌受命于福建局众危难之时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福建省局众队在陈文斌的带领下 打破原来的教学模式 迎来了一次大革新 我们每堂课练完 给他们加点排骨汤 就一盅 加点枸杞纸 然后有时候是顿一下土鸡 加点这个当归 就是这么穿插 效果非常好 刚开始两个月他们还不适应 练完腰霜腿痛 爬楼梯都爬不动 拿筷子都划抖 吃饭拿筷子都划抖 但是坚持下来就四个月 效果非常好 90年在辽宁朝阳比赛 一下子拿了五块金牌 也震动了全国 所有的老教练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说陈文明肯定有做一些规法手段 有什么先当妙药 不可能 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是真正靠 这种艰苦 这种创新的 川石岛 泥江口的第三大堡 与马祖列岛仅一水之隔 在这个美丽的海岛上 迎来了一批勇敢拼搏的运动队员 那就是福建举重队 而正是因为川石岛上海风徐徐 举重运动员们才能够克服夏季炎热的天气 专心训练 取得突破性的成绩 但由于举重队经费十分有限 在陈文兵的再三要求下 才得以保全 自此队员们在川石岛上 开启了一段终生难忘的训练生涯 当时的条件应该讲很艰苦 是一分钱当了两分钱来花的 在川石岛 现在想起来 我感觉是很幸福的 那种艰苦 感觉是苦中带甜的感觉 当时非常感动 运动员每天两个人搬出 一周一轮 搬出都做些什么呢 这个砍柴 砍柴在山上树不能砍 只能砍树下面的枝 周边的枝 还有棺木虫草什么 这些拿来烧 他们没有因为困难 而流下眼泪 而是将温水 献给那个至高无上的领奖台 川石岛的经历 让他们学会了坚韧 顽强 不抛弃 不放弃的信念 他们每个人都像一个宇宙 等待着爆发的那一刻 当运动员挺苦的 想当一名出色的 有成绩的运动员更苦 这个是我20年的运动生涯的一个总结 他的苦不单是肉体上的苦 他还要承载着非常多的精神上的苦 练了四年甚至练了五年六年 一个大赛只会没抓住 受伤了不能去 感觉到前途很渺茫 说不想练了 所以就在这里不断的 反复的跟自我在斗争 所以就放弃坚持 放弃坚持就一直这样过来 95年那年我们打代表厦门 打这个城市